香港鳳凰在訪問俄羅斯大使羅尼索夫 俄羅斯駐中國的大使羅尼索夫 結果這羅尼索夫趁熱點 他也會趁熱點 他也要流量 他也要採熱點 他採熱點的目的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羅尼索夫說 中國能建造大橋 因為他在接受那個鳳凰網 然後他講那個大灣區的事 鳳凰網是香港 所以他對香港媒體他講大灣區的事情 你看這個俄羅斯的那個 那個外交官或者是他們的特工 或者從頭到底都是很狡猾的 從清朝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 他跟西方國家有一點不同 但事實上他又是屬於西方類別了 然後我前面講過那個一戰二戰的那個影片 你會去看 他之後變成變體了 但變成變體就被西方人排斥他了 非常的排斥他 非常的排斥他 那他狡猾的程度就更深了 到蘇聯的時期更上升 他很狡猾 這個羅尼索夫他講說 中國能建造大橋 正如我們在廣東省 粵港澳大灣區看到那樣 他對香港媒體講這種話 大灣區嗎 因為在香港人講 所以技術層面來講 中國完全有這個能力 然後就開始話風一轉講台灣了 然後並且兩岸本來就同屬一地 我從來沒有去過台灣省 我以後有機會去台灣省的話 我願意我更願意坐高鐵去 他這個這個 他這什麼意思你應該知道了 他這個意思就是 跟香港媒體忽然轉打台灣 你看他跟那個美國人打台灣牌就不一樣了 他打這台灣牌是順風 不像美國打的是逆風 對中國人來講 這個是可以認可的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他的思維 就是他在吹梧桐 他希望你中國人趕快分攤他俄羅斯注意 因為現在西方全面圍攻俄羅斯 那美國人為什麼要全面圍攻他 蘇聯都垮了 為什麼圍攻他 美國人攻不下中國 就想要在他身上再繼續找 找突破口 希望看到他比較弱啊 氣 俄羅斯穿腳踏 國土又大 但是他的 我前面一戰二戰的時候 你回去看一戰那一段 他的底氣是很弱的 他領土就算是世界最大也沒有用 他底氣是很弱的 那他底氣很多 美國人就要把他做掉啊 讓他更為你表現我美國還是強大 然後看能不能再用全面北方也來包圍中國 俄羅斯弄垮的話 銀色革命的話 他就可以全面包圍中國 中國就就會就範了 這美國人這麼想 可是問題是弄好一個俄羅斯普京在那邊死咬著 他連那個烏克蘭都還沒搞定 連那個什麼 克里米亞都被俄羅斯佔了 你再怎麼圍攻也沒有用 你又不可能跟俄羅斯全面開戰 他說我有核彈 對不對 你敢 你敢 他講說你敢打我子彈 我就還你核彈 俄羅斯也逼急啊 核彈本來就是拿來恐嚇用的嘛 不知道他幹嘛 對啊 就是拿來恐嚇人用的啊 他就是拿這個來恐嚇 可是你看這個俄羅斯大使這個叫捷尼索夫這個人 他在這邊笑臉在那邊 在回答鳳凰網講的這一段 那就很明顯了 他也在趁熱點 為什麼 他直接跟中國政府在溝通沒有用嗎 那他也很驚啊 他知道說我不能這樣溝通 因為就是干涉那一陣對不對 你中國人一定會拒絕說你干涉 管我們什麼時候打台灣 他只能之前俄軍有在吹 俄軍有跟那個大陸 這跟大陸的解放軍在那邊講 你就打台灣我們會支持你的 他這是真心的我相信 他講這個話已經是真心 為什麼他被美國圍攻啊 他被美國圍攻 他講這個話就決定是絕對是真心的吧 那他 俄羅斯大使就話風一轉扯台灣 他要坐高鐵來 他也不吹對不對 但是他 這個他就踩到熱點 因為為什麼 用中國老百 因為他說他在網路上都在跟著網友一起討論那個 那個坐高鐵的事情 就是高鐵到台灣的事情 他說中國的網友 現在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高鐵到台灣高鐵到台灣 所以他要坐 然後 那他講這個話 就達到他的一個目標了嗎 用你中國老百姓 來比你中國政府 對不對 欸 這一點到這傑尼索夫倒是 很驚喔 直接達到重點嗎 他話也沒有 他話也沒有 冠冕堂皇 啊 他也沒有修飾那個遲早 講的好像一篇文章很順 可是裡面空空洞洞不會 他講的很很很通俗 但是直接就是採採採採採要點 採你的痛腳 要這樣叫抓痛腳 俄羅斯就是這樣子的 他說一定做事一定要抓你的痛腳 所以他在冷戰的時候 蘇聯人在冷戰的時候對付美國人 其實 他們 在兩邊在過招的時候 俄羅斯在 地下戰線一直都是戰上風的 美國是一直 一直 一直敗 一直敗 包含 韓戰越戰不用講 他是中國干預 那他在其他戰線也都基本上都是失敗的 美國 甚至在古巴導彈危機 美國其實也做了退讓 只是表面我贏 美國只是真贏面子 那個俄羅斯是在中南美 還要盯住一個後院 俄羅斯的戰略都眼光都很毒的 盯住一個要點 和到最後為什麼 蘇聯還是敗 為什麼冷戰 蘇聯還是敗 會解體 那 我 這是我 你要回過我前面講的 那個 以後冷戰我再做一個影評 好了 因為有背後的力量在搞鬼 並不是蘇聯人不如美國人 有背後的力量在搞鬼 那個力量我前面提過了 老觀眾再回去聽 我這邊不講 那這個傑尼索夫 他 接受鳳凰網 直接四兩波千金一踩 就就鬧出來 他的新聞熱度就就上升了 然後也對中國施加壓力了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站在你人民這裡嗎 這是這點他聰明啊 我站在你們國家人民這裡嗎 他不是去搞顏色革命 對不對 因為搞顏色革命 美國人這個太粗糙了 人家一看就知道 反而中國老百姓又沒那麼傻 對不對 只有一小撮人被你騙而已 大部分的人是 是討厭你美國討厭的要死 那他不會啊 他順著你的那個 他不會逆臨 對不對 他順著你的這樣做 那他 他不可能說我見到 見到那個 習近平在那邊講這種事啊 對不對 那我就在你人民面前 站在你 你的這個熱點我踩下去 那你政府自然就會聽到 你中國政府自然會害怕 那很好 那你最好你俄羅斯普京也親自跳出來 大罵 我要收復台灣 要他不可能這麼做啦 但是也來最好普京也來踩熱點 普京之前在接受那個 北京的一個媒體人 叫水軍藝的採訪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在鎖氣冬奧會 因為聽說美國要 西方國家要瘋 要抵制中國2022的北京冬奧會 那趕快抵制 奧運會根本就是一個爛貨了 奧運會都等會兒講奧運會為什麼爛貨 那 那個時候水軍藝在採訪普京的時候 那個普京 對那個水軍藝那個笑臉 然後他說他要探討俄羅斯的事情 最權威的人就在我旁邊 就是普京 我說請到這麼重量級的人物在 在你旁邊 你這水軍藝這個記者了不起 央視的啦 然後他一直在跟他笑 而且那個 沒大沒小沒關係 你看 余尊價很貴喔 他沒有討論講說我要跟我對等 他沒有 他只是一個記者 只是一個像兄弟這樣討論 那個時候俄羅斯巴結中國是因為中國實力一直上來了 然後他也很聰明 巴結你習近平跟你習近平好是一回事 他要用另外一種方法 讓你中國老百姓喜歡他 因為俄羅斯也約約看出來了 你中國的民主是不太一樣的 要有另外一種 他知道中國 中國誰才是當家做主的 他摸 他俄羅斯隱隱約約看出來了 隱隱約約看出來了 所以他知道說 我在你中國老百姓面前 我要親民 所以我頭一次見到西方國 他算是西方國家 但他自己認為已經不叫西方了 因為西方人不認他 很可憐 東不東西不西 托歐入亞的 跟日本是相反的 托歐入亞的一個鳥國 不是鳥國很大的 超級大國 托歐入亞的大國 那西方人不要他 他跑過來的話 他知道要怎麼相處 你看 他親民 他跟你們的那種 那個 跟一個記者也要嘻嘻哈哈 稱兄道弟 講你講的話 那個俄羅斯精明 我覺得他 他算是精明的 從普京的那個跟水晶玉這樣子勾肩搭背拍胸這樣子的 那個嘻嘻哈哈到羅尼索夫一來 笑著臉 在香港講臺灣 他們自己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跟你一分析哈 我也沒有華麗的遲早 一分析你知道了嗎 你看完全看透了嗎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好的事 因為他們有這個需要 他們對華的那個外交他們有這個需要 因為趕快讓你中國解決你的問題 美國人就會急嘛 就會在我這邊就會放鬆 其實他錯了 這一點他錯了 美國人如果急的話 一定會往你那邊猛打 因為美國很快死啦 但是俄羅斯這麼做 他對他們來講也沒有錯 對他們來講 是 讓你 美國 讓全世界人知道美國是不行的 美國是不行的 他照不住的 所以他也會來踩這個熱點 你看他 他這個外交官跟其他所有 國家的外交官 就不一樣了 俄羅斯的 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懂得我來 踩你 踩你的熱點 然後 跟你 敢用你平民的話來講話 你看 美國人他哪是 他整天還在講那什麼 女權 動物環保 人民 人權 香港 西藏 新疆 台灣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想要分裂中國嗎 包含歐洲人 那個外交官派到中國來的 他的最高明的就是在你中國人面前 在催你中國人進步發展 催 但是畫風一轉 他轉到哪裡 轉到要分裂你 對不對 但是你看俄羅斯不是啊 畫風一轉 轉到幫你統一 希望你趕快統一 我支持你的民意 連他都感覺到那個那股民意熱浪了 所以他要趕快踩 這個是 這個是 所以俄羅斯的那個外交你可以欣賞一下 欣賞一下 他至少是比其他西方的還要高明 有時候這個世界很名不符實 名不符實的就是你 我講名不符實還不是字面意義 是你看到這樣的東西你以為有多好 他暗示你以為有多好 實際上是個爛貨 我剛才前面講的那個奧運會就是這樣 奧運會就是包裝很漂亮的一個爛貨 你近 近代把它包裝的很漂亮 包裝很漂亮 他本身也不是爛貨 本來就只是一個那個運動會而已 運動會本身也是一個好事好東西 可是經過政客和政治行為在包裝之後 政治人物 然後那虎人 那是老外又是一個老外虎人的東西 就變成好像他是什麼超級高檔博來品 那個前面幾代領導人玩過了 現在現在你要辦的話 壓壓屋啦 好像辦了這個東西 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一樣 以前我去北京的那時候奧運會剛完畢 剛過頭我去北京去 就是2008奧運會完畢 已經完畢了 那個北京奧運 那我剛完我去見李彥潔 那個我北京以前一個老朋友現在去世了 長期聽我的老觀眾應該知道他是誰 那個他去世了一個知名人物 鄧小平都認識的 然後去見他 然後那時候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就 講說奧運會 這個真好無聊 他自己過來一堆老外黑黑白白的 黑到白到 然後弄亂七八糟搞完之後走了 然後你又投資了很多這個基礎建設 說我們這次可以把城市建設弄起來 那沒辦奧運會的中國城市 難道就沒有城市建設嗎 其實那個時候都玩過 我就知道這個 很多後遺症 因為觀光客你知道 引來的就是破壞你這邊的文化 然後破壞你的民俗 破壞你的民俗 破壞你的文化 搞得一堆男男女女亂七八糟的 這個這個這 那個時候我在北京 他說經過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說的好無聊 他說唯一一個好處就是奧運會辦的時候 政府投了很多錢 搞那個城市清潔 哈哈哈要面子啊 清完之後 又回來了 而且反而更髒 然後最後真正清潔就是去罵人 那去罵人政府 他不得不不再撥款 你說這個這有什麼意思 所以那個索契冬奧會 現在英國美國那個帶頭要抵制 以為這個我們會害怕 那就抵制好了 最好不要辦 那之前老外自己露出原型 不是只有抵制俄羅斯 索契冬奧 因為抗議他佔領克里米亞 那很無聊的那種抗議 那種抵制一樣 俄羅斯沒你索契冬奧會 又怎麼樣 然後最好不要來 獎項通通我們家 哈哈 我們中國選手自己辦一個索契 以後你就不要辦了 奧運會就不要你們老外了 可以啊 叫做什麼 內循環有沒有 經濟內循環 那奧運也可以內循環 就是運動會內循環 甚至要辦不辦無所謂啊 那個自己來搞過就好了 那個以前那個奧運會 老外自己露出一個原型 就是在倫敦奧運之後 因為那個英國人搞到破產 然後又是一樣 原本的倫敦很多那種 原本的他們工業革命之後 他們叫古蹟啦 或者是文化啊 傳統一些人文 殘存 通通毀掉了 哈哈 然後那個時候 英國人又錢又不夠了 就跟那個 大陸講 以後都給你辦好了 他說一樣 他說你中國 那麼喜歡辦奧運 他看你2008年 一堆從洋媚外的人去搞 去搞啊 打總理 紅完之後有什麼 沒有啊 只有一片燒而已 很可悲 然後那個英國人自己也感覺了 這還他們自己感覺的 就是說 以後都給你中國人辦啊 每一切都給你辦 本來是中國人最早要爭取 不給你辦 現在是什麼 樣樣每一切給你辦好了 省省吧 每一切都給你 現在日本人還把它當寶貝 冬奧會 去年沒有 今年又說我一定要辦 我一定要辦 哈哈哈哈 日本人還在那執迷不悟 鬼經是 鬼經家族 日本鬼經家族 天皇 他們是已經知道這個是廢物了 那底下的政客有那個需要 他們的女優有需要啊 他們的女優有需要啊 那我們沒需要啊 結果他們很可悲 天意還是告訴你 你東京不要辦 你今年的那個疫情控制不住 你看這種很喜歡那種面子工程的那種國家啊 結果都很不好 所以不要那個東西 你就實實在在說 俄羅斯大師講了 兩岸高鐵 那才叫做是工程 兩岸海底隧道的那個 那個才是工程 讓他就跟那個俄羅斯大師講 你有機會可以 可以做了 你一定會想辦法 在你有身子裡可以做得到 哈哈哈哈 這才叫是有用 唉 這個 人世間很多這種 鋪了一個東西 很多啦 所以以前人講那個 婊子無情細子無意 細子就是 漂漂亮亮的外表 裡面事實上是爛的 那個 這很多 演員嘛 演員很多也是這樣 但也不是每一個啦 但是我認為大部分很多都是這樣 漂漂亮亮 弄得漂漂亮亮 實際上演員什麼都沒有 那你 你那個 我上一個時評 我講到那個什麼 戰略研究所的 其實很多是這樣子的 我以前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淡江大學就有一個什麼 戰略資源研究所 他們去那個蘇子雲的那個什麼資源 其實都是政客 養出來的那種 那種嘴炮王 他們都吃政客資源 我在淡江大學那個時候 就遇到很多什麼 兩岸戰略研究 國際戰略 那個那個 然後他們每個月都領高薪喔 因為學校撥資源嘛 然後政府也授權嘛 然後他們就是當去幫政客去跑腿 在新聞媒體寫一些廢物文章嘛 講一些白癡話嘛 然後我那個時候還選過他的課 一進去 我以為每個人都什麼戰略家 那個老師 結果就狗屁啊 裡面全部是垃圾齁齁 那名字我交得出來 但是我不想侮辱他們 那淡江大學以前那個戰略研究所 那個什麼 我後來佈選他的課 然後裡面後來出了一個敗類 跑去去騙女學生上床 然後後來被抓去關了 他是性侵 強迫性侵 有些是騙士 也是性侵 然後後來他被淡江大學踢出去 踢到不知道哪一所大學 然後也被也性侵被抓 那戰略 那不是每一個戰略都這樣 但是不是每一個啦 那是一個特殊案例 那其中有一個 有好幾個老師我認識 其中有一個我是很看不起的 很看不起的 當然他綠了 我不在乎他的那個立場藍綠了 你們常聽我觀眾都知道 而是因為他講那個廢話嘛 你講的是廢話嘛 好像裡面每個都是諸葛亮劉博文 每個都把自己當諸葛亮劉博文 在那邊聊散子 結果講出來全部都廢物 然後你看我長期節目 你要從四億橫寬 播放清單那邊去看 從四億橫寬 最好是第一季第七集看 第一季第七集的那個 我講美國霸權衰 那是在歐巴馬時期錄影的 你可以去看 你看 那你看結果是不是這樣 這幾年來快速的變化 誰有戰略 然後我這幾年來 我一路錄影下來 講到文明體的戰略了 我不是說我講的每一個都是對的 一樣會有瑕疵 不可能是你樣樣講的 通通都是精準 人又又是人而已 你又不是神 那你至少很多方向你要對 那個戰略研究不是 你看我沒有吹什麼東西 沒有包裝 反而真正的戰略在我手上 你自己去聽我那麼多集 從第一季第七集以後以來 真正的戰略在這裡 只是我在放這些真正戰略高段的那些 節目上來的時候 點閱率都很低 人要積血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 觀眾是這種這種素質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種戰略研究所 這種窩囊肺的戰略研究所 因為你們 你們自己也不高明 可是他們有些是服務於政客 政客跟那些廣大的那集血民眾也差不多 觀眾啊 觀眾數值低 你自然講的 就 就 就不會高 就出現的人就不會高 那包裝的漂漂亮 感覺你有就好了嗎 那他的熱浪就特別多 人家就認為 戰略就是這樣子 就說服說八道 你看 服說八道最後被性侵抓去抓進去關 我還記得那個人的名字 張文正 其他人的名字我都不講 他那個是已經進坐牢的 那個戰略專家坐牢的 那我沒有講說我有戰略 可是戰略在這裡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講 我還做了一首詩 用徐志摩的詩來講 我達達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高人 我是個嫖客 我告訴你我是嫖客 可是 真正戰略在我這裡 對不對 你自己去聽 所以有時候你 你對人世間的弄出來的那個 那個東西 人弄出 人類 弄出來的那種東西 那種名稱包裝的東西 不要太在意 不要太在意 就是聽一聽 所以我 我也講我觀眾是聽眾 就聽一聽 深入一下就好 所以我補充那個 2022年的那個 那個冬奧會 冬奧會 看一看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知道 那個其實有後遺症 因為有人玩過了嗎 老外自己玩過 也發現有後遺症了 包裝的太過了 所以你包裝那個東西 就不要去虛符 去霧那個虛免 看虛符 不要像那個 那個戲子一樣 霧那個虛符 那最後弄虛符來虛符去 空空如也 只有漂漂亮亮的表面 滑而不實 就是講此之未也 哈哈